月入五万的夫妻俩却只能与婆婆挤在仅有四十平的仪式一厅 并且还要被迫睡在被女儿淘汰的上下扉 用彼此的爱意来撑起生活中的机灵狗碎 但狭小片子的房子让他们不得不每次都跑去酒店里交换对彼此的爱意 然而收拾房间的婆婆却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开房的证据 这让本就嫌弃的婆婆更加觉得是顾莫莉在外面胡作非为 可看着越来越多的发票一股无言的怒火开始逐渐战胜理智 然而此时的顾莫莉由于和丈夫约会却险些担当了客户 毫无准备的她只好慌张地前去准备 而心机的同事却开始原形毕露 趁着莫莉离开便开始用卑劣的手段来诋毁 但这些对于酒精沙场的莫莉却并非难识 吃用不要太难看 可就在她准备与客户签订合同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婆婆给打了个措手不及 二话不说就拉起莫莉要往外走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手足无措煞时间焦头烂额 但为了费尽心机眼看就要到手的合同也只能豁出脸面 谁知婆婆却从包中拿出发票质问地说道 这莫须有的指控莫莉只好说出事情 跟她开房的正是婆婆的亲儿子自己的合法老公朱镜草 然而两人这荒唐的闹剧也终于惹怒了一旁的客户 但后家庭矛盾的主要原因 婆婆却反过来指责当初莫莉是如何作掉了朱镜草的保颜名额和上海户口 见情况愈发地不可控制朱镜草只好强行将他们给制止 然而这次的争吵也给生活带来了一些转机 转天丈夫提出要尝试着与亲女过一下三人事件 并主动承担起了与妈妈开口的重任 其实莫莉对于这六年来婆婆的悉心照顾与无私付出还是十分感激的 所以才对这客户不断的灰暗生活隐忍了六年 可理想注定丰满现实却总是骨感 朱镜草才刚一开口妈妈就怀疑起是顾莫莉在背后出主意 指责他们忘恩负义带大了可可后就将自己给扫地出门 并提醒他们带娃的生活并不像看起来这般的容易 如果我们俩忙不过来 下一秒却趁机开始刁难起毫无准备的莫莉 而婆婆的方式是来自孙女的刁难 她谎称自己身体不是要朱镜草陪着自己去检查 那照顾可可的重任自然便落在了莫莉的身上 所以她只好将女儿带去画廊与自己一同工作 并为女儿找了一个角落让她安静的画画 可下一秒女儿却被米娜给大声训斥 因为可可不小心将颜料涂在了米娜要卖给客户的画上 作为母亲的莫莉哪里听得了这般对女儿的侮辱 当即便决定以八万块的价格买下这幅画作 然而此刻意气风发的她却被自己的囊中羞涩给打了脸 多年来的大手大脚让她的卡中仅有一万多块的存款 面对着急转直下的变化她也做好了忍气吞声的准备 可突然出现的男人却彻底成了莫莉的救命稻草 决定替莫莉将这幅被毁坏的画作给买下 然而看到男人的莫莉却一脸的不可置信 因为她正是当初背叛自己取了富二代千金的渣男 所以她只好故作镇定地称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麻烦 但实际上却是自暴自弃地质疑起照顾女儿的能力 然而丈夫却将一切都归咎于那仅有五十平米的房子 两人也因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要不如换个大房子吧 即便两人现在的生活已经十分拮据 然而通情达理的莫莉依旧是对丈夫的建议给予了鼓励 但两人看房的行为却再次引起了婆婆的怀疑 所以便约出了亲家母展示了自己偷拍得来的证据 可平日里嚣张蛮横的婆婆在亲家的面前却丝毫用不上力 但婆婆却提醒亲家母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大上海 自己儿子的身后可是有数不清的姑娘求着要嫁 偏偏是顾莫莉身在福中不知福还丝毫不懂得知足 说着便拿出了她们这一年来在酒店消费的发票 并指责莫莉大手大脚的习惯根本就不可能凭自己在上海买房 然而却忽略了莫莉的底气都是来自于眼前的亲家母 想当初我们愿意给女儿女婿在上海买趟大房子 可是有人不光局限视野狭矮 她不同意啊 不是你说谁狭矮啊 你都这么岁数了干嘛呀 苦巴巴的一辈子你冤不冤啊 而另一边的朱镜草已经开始着手研究起忽悠妈妈的办法 毕竟以她的能力想要在上海换房 首先便是要将老房子给卖掉 所以就只好来找大表哥给自己当托 让她带着自己妈妈去感受下三代同堂住在大房子里的美好画面 一听到必有重谢的老三就如同事给按到了开关 立刻就跳出来信誓旦旦的要替二哥排忧解难 虽然老三平日里呆头呆脑一副的天真烂漫 可眼下的情况也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 然而另一边的顾茉莉却已经跑回家里向妈妈张口 可毕竟是几百万的巨款 所以妈妈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新买的房子房本上就只能写顾茉莉自己的名字 等了七年的妈妈终于可以洗去当年被亲家拒绝的羞耻 势必要让对方也常常被人算计的滋味有多么出气不已 而此时的黄牵牛却将事情给搞砸了 在售楼处的登记簿上妈妈一眼就看到了顾茉莉的名字 自以为了解了一切的妈妈又将责任怪到了茉莉的头上 不仅跑到儿子的公司没收了她的身份证 还指责她现在对老婆言听计从的行为根本就不像是个男人 那房子可是他们劳两口省吃俭用了一辈子才换来的 顾茉莉想要卖自己的房子她誓死也不会同意 然而当晚茉莉便接到了销售的电话 告诉她已经幸运地抽中了楼盘的第一批购房资格 一同而来的还有十天后要准备三百万预备金的消息 可身无分文的朱镜草却答应得丝毫没有迟疑 直到转天老丈人的一番话彻底将她给打击 茉莉啊跟我们说 想让我们给你们一份经济上的支援 我们拒绝 然而他们并非是真的拒绝了女儿的请求 只是想要替茉莉在婆婆那里夺回一些本带有的尊重 当初庆将母为了不让茉莉的名字出现在房本上处处提防 也因此他们一家在五十米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七年 如今形势彻底逆转岳父希望朱镜草也能理解自己 协议已经逆好了 你看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签个字按个手印 我们吧就是主要是心疼女儿 我就是希望女儿能够在自己的家里 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挺直腰杆的生活 这个你懂得吧 此时的朱镜草几乎南下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强忍着签下这份充满了羞辱的协议 只希望他们可以将此事对外保密 然而当晚朱镜草就故意的将协议丢在桌上后跑去洗澡 这也让原本就对这些嗤之以鼻的茉莉感觉到无比羞愧 转天便跑回家指责父母的行为是令人作呕的表里不一 朱镜草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前脚签字后脚就卖惨 只因在上海窝居七年的小夫妻提出了换房的要求 远在老家的公共二话不说就杀过来拼命阻止 然而这蛮不讲理的拒绝也成功激起了朱镜草的抵抗 当初他们明明有机会与茉莉嘉莲和买一套大房子 却因为父母那固执且偏见的傲慢才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七年时间上海的房价已经从当初的游刃有余变成了如今的遥不可及 所以父亲口中那冷眼旁观的凭自己也就变成了朱镜草耳中的百般刁难 眼看着争吵无可避免妈妈急忙赶来控制局面 平息后的公公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 要求他们将自己当年的首付款给归还 以防万一还逼着朱镜草将房本交给妈妈保管 这突如其来的胁迫让她进退两难 最终就只好游逆来顺受的茉莉出面化解 而这也让作为男人的朱镜草贝感难受 但丈夫高大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破碎 反而因为这次挺身而出变得更加高大为安 这也让茉莉下定决心要彻底摆脱被双方父母裹挟的生活 从这一刻起开始努力赚钱 势必要凭借自己在上海扎稳脚跟 似有似无的阵阵微风伴随着交错的绿椅 吹在这片树影斑驳之间在寂静的陵墓里隐隐现现 吹远了来时的迷雾也吹响了未来的钟声 然而原本还算安稳的生活就这样被打破 一同打破的还有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 可执拗的公公却仍不满足还准备火上浇油 茉莉啊 我通知了灵霄和千牛 告诉他们我来上海了 他们说今天来拜见我 饭你操吃一下 孩子那么忙上班呢 我坐 茉莉坐 哥哥爷爷 我真做不了 我今天下班都不知道几点了 我再做六个人的大餐真来不及啊 你又想要持家的权利 又没这个能力 这不好吧 你什么都不会真像网上说的 就成了巨婴了 是吧 面对着来自公公的刁难茉莉 倍感难受却没有办法 只能聊以安慰 为了与朱镜草那朝不保夕的爱情而选择妥协 好在机智的他很快便想到了应对的办法 那便是用高档酒店的半成品外卖来化解厨艺的不堪 然而常年被婆婆投喂的他却很少点外卖 没想到最终竟会被那华儿不实的包装给打了个措手不及 手忙脚乱的他就只能在狼狈不堪的场面中原形毕露 而这也让原本就不满的公公找到了借题发挥的理由 当这两个小叔子 他毫不吝啬地开始对茉莉百般羞辱 指责是他的无能害的全家人要跟着饿肚子 并因此颁布了早就准备好的万字家规 在长达两小时激昂慷慨的演讲后 两个小叔子实在忍受不住 此时的茉莉也终于明白那所谓的家宴 不过是公公为了调教自己的故意刁难 转天再也无法接受的茉莉就只好以出差当作理由 早早地便出门跑去闺蜜家躲清静 然而家中的凌乱却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你就是有工作 公公好不容易来趟上海 你也应该请假 在家进校 我不是挑拨你和茉莉的关系 你说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啊 但是这个茉莉实在是没把你看在眼里 从没见过有人被如此迅速地打脸 前一秒还安慰与共的小夫妻 下一秒却跑到了民政局准备离婚 那为什么离婚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感情已经破裂了 那就感情破裂吧 而这一切的缘故 只因为男人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照片 看着妻子与旧情人同况的场面 朱镜草立刻开始浮想联天 然而此刻的她却只能发去信息 来试图排解心中的不安 可妻子的预盖弥彰让她不得不怀疑是被戴了绿帽 殊不知其实茉莉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 当初女儿不小心弄坏了画廊的作品 正巧出现在当场的江海涛便挺身而出替她化解了危机 只是过往背叛的经历让茉莉不想再与她产生任何的关系 所以便主动约出对方打算偿还那八万块的欠款 然而当朱镜草赶到后却误打误撞 发现了茉莉深藏已久的秘密 一切的证据都指向了妻子对自己有所隐瞒 被猜忌战胜理智的她一怒之下来到了画廊 却在门口撞见了对茉莉怀恨在心的米娜 而她看似哄笑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茉莉的诋毁 也让本就凌乱的朱镜草彻底失去了最后一丝理智 一股无名的怒火促使着她与茉莉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我不好我让你受委屈了 所以你必须要瞒着我去跟那个江海涛见面 我听说她今天还英雄救美了 还买走了你一幅画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了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 我没打算接受江海涛的帮助呀 没打算接受 我听说她是你老情人出手阔绰 帮你解决了麻烦还领你上酒店 我也想往好处想 带着你换位思考你是我你会怎么想 然而面对着朱镜草口中那自以为的证据确凿 茉莉也只好用夫妻间的信任来聊以安慰 可一直在门外偷听的公公婆婆 却偏偏要在此事火上浇油 媳妇都要上房接瓦了 还不管吗 公共的出现让本就窒息的场面更加失控 在不断的拉扯中 茉莉万般无奈的提出了离婚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转天两人竞争的来到了明证据 前一天还情理经间的他们 不知为何这么快就感情破裂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开始了 为期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走出门的他们各奔东西茉莉 还是忍不住向她挥手告别 可那匆忙驶离的决定 像是对离别本能的预感与回避 曾经海誓山盟的爱情 在时光的流逝下早已经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办法的共情和消极 然而觉得窝囊的朱镜草 最终还是冲进了茉莉的房间 这才发现她花了这么多钱 开房间只是为了能够安静地画画 而画框角落的那行字 更是让她追回莫及 意识到错误的朱镜草 开始为自己的莽撞而回不当初 姗姗来迟的爱意 只好用一句魂牵梦绕的 对不起来挽回错误 心跳的节奏 牵引着他们在房间里迎来转机 拥抱后的真言 也指引他们与近在咫尺的距离 找回曾经心动的甜蜜 而冷静后的他们 也终于明白是有人在背后故意针对 眼下与茉莉有纠葛的便只剩下同事米娜 然而根据同事的描述 当天米娜却有着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朱镜草就只好向前台 来搜寻偷拍者的信息 而机智的莫莉 却在米娜的朋友圈里发现了端倪 保清了一切的 她立刻便向对方摊牌 法瑞酒店前台 丽莎 还要我说的再详细点吗 米娜我警告你 你最好以后夹着尾巴做人 别再给我使这种烂手段 要不然我心脏就脏一块算 然而解决了公司的危机后 莫莉还要去收复家中的失地 然而蛮横的公公却不肯轻易地放过他们 开始趁机发难对莫莉人身攻击 朱镜草见状只好主动站出来 提莫莉抵挡危机 然而这却引来了公公更大的怒气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我都挺害臊 我今天就要叫死 要不然我就不是你爹 还会儿就不是你爹 你打了 你去我把我都好说嘛 我给你打开 你不打开 我得你一块走 走啊 幸好及时出现的可可帮助他们化解了危机 在女儿的帮助下两人这才得以脱身 而这次的失败也让朱镜草深感惭愧 不知所措的他只好向两个兄弟吐槽自己的遭遇 结果却被黄千牛再次狠狠地坑了一回 你妈的归你送 我妈的归我送 本来媳妇就没有义务给婆婆买母亲节礼物 我送你妈母亲节礼物真是多余 女人花三万块给两个妈妈买来名牌背包 谁知却因此闹到要与丈夫离婚的地步 接过背包的亲妈满脸的得意 反观一旁的婆婆却阴沉着脸 还是阴阳怪气 要求将自己的包与亲家母交换一下 可由于茉莉给亲妈买的包 已经绣上了名字 所以就不便交换 而这也被婆婆当作了 是她事先准备好的借口 下一秒就直接将名牌包给丢进了菜里 可可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包一万五呢 一个破兜的一万五 你这是败家呀 你妈手里那只包一万五 这个一千五对不对 你说话要找证据啊 这个包它就是一万五 你要证据是吧 原来在几天前 婆婆偶然间看到了茉莉的手机 正巧看到茉莉要从代购那里 花一千五百买山寨货送给自己 起初她还自欺欺人地 想着这也是茉莉的一片心意 可谁知今天她却当着自己的面 给亲妈买了一个真的 这蓄谋依旧的挑衅 无疑是触犯了婆婆不可逾越的底线 委屈地指责她六年的勤勤恳恳 最终只换来了一个假包羞辱自己 一旁的亲妈听不下去 开始替女儿说话 也让原本该充满温馨的饭局 变得一片狼藉 伴随着两个妈妈不断翻起的 旧账公公却先暴躁起来 转天茉莉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再次来到奢侈品店里 用两张发票彻底打了婆家的脸 接着莫莉当场剪掉了朱敬草 给自己的银行卡 明白是自己错怪了妻子 她只好跑去道歉 然而婆婆仍就是不相信莫莉的解释 毕竟自己当天亲眼看到了 她与微商的聊天信息 所以便跑回当天吃饭的酒店 将包给捡了回来 可正当朱敬草在给丈母娘道歉的时候 妈妈的电话却再次让事件 变得扑朔迷离 你告诉过莫莉啊 把我鉴定过了 假的 不可置信的莫莉立即就赶来到了店里 可店员却死死地咬定面前的背包就是假的 即便是莫莉拿出了他们店里开具的发票 话来的也依旧只有售货员那冰冷的回绝 这让朱敬草不得不怀疑 是不是有人偷偷地掉了包 谁知此话一出旁边的小姨立刻紧张起来 以赶火车作为借口立即开溜 现在也没有外人了 你倒是说说看我是不是在冤枉 人家社会员都说了这个包就是个假包 你还死咬着说给我买了个真的 那真包呢 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反正我问心无愧 莫莉在不顾其他人的看法 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 可回去的路上她愈发察觉到了问题 小姨刚刚的举动让她不得产生了一丝怀疑 立刻将车靠在路旁 从后座里拿出了送给妈妈的那个背包 里面的五角星饰品 她刚刚就觉得似曾相识 你去问问你小姨 她包上那股身挂坠呢 什么挂针 那不是要说什么 那你们去问问你小姨 偷别人家东西 把别人家弄得鸡飞狗跳 还自己跑了 合适吗 起初朱镜草对莫莉的话还有些怀疑 可没想到小姨竟无耻地背着偷来的背包 还发了朋友圈 还自以为屏蔽了他们就不会将事情败露 终于搞清了所有的情况后 婆婆追回莫及 然而固执且愚昧的公公竟又开始强词夺理 你小姨再不着调 她是个长辈吧 你不能为了你媳妇出口气 你把我们长辈的脸让他们踩来踩去吧 这个事还是怪莫莉 是她动了买假包的心 你妈常年不出去 她哪知道那个包是真是假呀 关键是莫莉起了歪心 她叫过我婆婆 可可奶奶 她叫过我一声妈妈 这个房子我跟你爸买了 我来给你们带了六年的孩子 我现在是什么隔夜菜 垃圾是吧 你们可以把我扔了 你们是不是要过河拆桥羡慕杀驴呀 指引买房是婆婆有意提防了儿媳 儿媳便六年来都没叫过她一声妈 所以为了教训一下她那不知天高地厚的造词 婆婆一声不响地悄悄跑回了老家去 然而她那自以为是的惩罚 在两人看来却如同是梦寐以求的奖励 朱镜草第一时间来劝老婆与自己回家 却没想到这些日子的遭遇 已经让莫莉暗下决心 一个月到了 我们去民众局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朱镜草措手不挤 一直以来她都以为莫莉的离婚 只不过是意识兴起的闹局 只要用时间就能冲淡掉她对生活所有的怨气 谁知一个月的离婚冷静期 竟让莫莉找到了勇气 而那拥抱后的真言更是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接着两人高高兴兴地拿着离婚证走出了明证据 这便是莫莉提出的战略性离婚 用这个方式来规避掉双方父母带来的压力 也让两人重新地找回对彼此岌岌可危的爱 接着莫莉回到娘家开始收拾东西 一旁的妈妈还劝她绝不能妥协这次的战役 更不要轻信来自朱镜草的一切甜言蜜语 然而莫莉从背包中拿出的离婚证却将他们反江一军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状况 父母也只好故作坚强地给女儿加油打气 然而收拾好东西的莫莉却转头就回到家中三人世界去了 没有了婆婆的家中果然是增添了许多的温馨 没想到结婚六年来最开心的日子竟是离婚这天 但两人的好日子才仅仅维持了一天就戛然而止 突然回来的婆婆让刚刚进入家境的生活急转直下 一张口便开始指责她们的浪费与邋遢 话里话外还充满了对莫莉的嘲讽与埋怨 然而当莫莉说出两人已经离婚的消息 原本气势汹汹的婆婆却突然间没有了脾气 包的事是我不对啊 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 你不能抓住这个事不放你跟我儿子离婚啊你 行了行了 咱们之前的事一笔勾销 反正我现在跟你们老猪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然而这才是莫莉重回巅峰的第一步 几天后妈妈还给她送上一份大礼 那便是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套三室一厅 其实早在当初女儿提出想要换房室父母就已经在开始筹划 谁知后来女儿离婚所以便立刻就将看好的房子给买了下来 也好帮女儿在婆家那群人面前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 而这也让本就自卑的朱镜曹更加的无地自容 两人的感情也在不知觉中泛起涟漪 得知莫莉买房的消息后婆婆也每天夜不能寐 便约出了亲家母当面向她道歉 我跟你道个歉 我真诚地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啊 真诚地道歉让吴玉兰也有些过意不去 尽管作为文化人的她对婆家的这种行为嗤之以鼻 但对于婆婆这六年来的付出也是看在眼里 然而婆婆接下来的话里却充满了对儿子的偏袒与包庇 两人接下来便开始了你一句我一句的剑拔弩张 之后为了一决高下甚至不惜跑到婚介所里背水一战 然而即便莫莉有三十一厅的校区房和收入还算稳定的工作 但三十二的年纪还与有一女人 就是当今社会对女人最大的偏见 我在这坐了这么半天了 也没人理我呀 我儿子今年三十三岁 身高一米八零 品貌端正 高大帅气 互联网大厂总监 李懿有房 我跟他爸爸两个人都有退休金 我儿子呢也有一个女儿 但是呢我跟他爸可以给带呀 阿姨不好意思 视频一下啊 女人因为长得太丑被男人抛弃 刚来到公司却又得到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由于画廊最近的布景气老板便开始执行莫为淘汰制 每个季度业绩最低的就要被自愿辞职 然而如果有谁能成为著名画家严厉的经纪 那便可以得到公司高层的免死金牌 可所有人都清楚对于严厉这种大神来说 他们这微不足道的画廊根本就高攀不起 谁知沉寂已久的茉莉却开始跃跃欲试 你是有什么合同吗 我跟严厉老师是校友 总有办法能联系上他 又来吹校友 国内就那么几家医治院校 谁和谁又不是校友呢 虽然领导也对茉莉并没抱有什么期望 但还是善意地提醒他严厉这个人脾气十分怪异 可不嫌事大的他转头就开始火上浇油 竟将米娜安排给茉莉当作搭档 茉莉懂艺术 米娜懂人情 竞争出成绩 就这么定 虽然茉莉表现得胸有成竹 但实际却还不知从何下手 所以便只好约出大学时期的好闺蜜 对方可是当时大学里最牛的社交达人 凭借着六度人脉法则 茉莉相信他一定有办法与严厉搭上线 然而对方却说有个人只需要一句话就能约出严厉 此人正是他大学时期的男友江海涛 前几天他才在朋友圈里看到对方与严厉的合影 可茉莉几天前才明确地拒绝了他所有的帮助 如果此时再去他岂不是在狠狠地打自己的脸 好在闺蜜的能力一直在线虽然无法约出对方 但还是成功地拿到了严厉的联系方式 可茉莉没想到的是对方竟瞬间就同意了她的申请 还答应下午两点与她在餐厅见面 显然这与领导所描述的高冷有些截然不同 然而就在她准备前去赴约的时候 米娜却出气不意地也坐上了车 可当茉莉赴约后对方又态度大变 说自己从未答应与他们的见面 更不准备有任何方式的合作 一旁的妻子紧忙开始解围说是自己安排了这次的约会 而她对两人的考验是来自知识的刁难 希望他们对面前的三幅作品给出自己的见解 急于求成的米娜立刻就走上前开始表现 但她那些肤浅的理解却只换来了一句出气不意的计讽 网上搜的吧 有了米娜的前车之间 茉莉故意避开了所有技法的层面 开始逐一分析起严厉在创作三幅画作时的心境 果然这番操作让严厉开始对她逐渐有了一丝好感 可当茉莉试探着窥见第三幅作品的不堪 已经渐入佳境的严厉却突然暴躁起来 你都当我是胡说 当场毁掉了画作后她头也不回地离开 一旁的米娜看准机会立刻追了上去 然而茉莉却敏锐地发现严厉的妻子才是一切的根源 果然与她猜的一样 当初严厉在创作第三幅作品的时候 妻子不幸患上了乳腺癌 虽然手术十分成功 但化疗还是击垮了妻子的身体 因此严厉也开始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自己 也是在那之后便萌生了放弃画画与妻子一具国外的打算 可妻子深知画画是丈夫的毕生所爱 所以才会有了这次自作主张的见面 明白了一切的根源 茉莉便有了解决的方案 她带着妻子来到理发店 用一套假发打开了她智骨已久的内心 也让严厉在不知不觉中内心溅起波澜 果不其然转天妻子便主动地来到了画廊 然而最终带来的却是一个坏消息 在与严厉深思熟虑的讨论后 她还是决定要放弃画画与妻子去国外安度时光 但她此前创作的所有作品 可以让茉莉来担任经济 显然这绝版的画作比严厉本人更加有意义 茉莉也因此成功在画廊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为了庆祝当晚还特意约前赋来家中交换阿姨 却不成想两人竟被父母给抓了个政策 你看 爸爸妈妈把你的宁波的东西全带来了 放在哪儿啊 放在她的大衣柜里 是 爸爸爸爸 我自己来 哎 我自己来 不是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放那 好在这次父亲出奇的仗义并没有将朱镜草给当场教训 反而是帮着他们让前夫哥从丈母娘的眼皮下面逃离 但他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对妻子的考虑 作为父母的他们虽不想看到女儿离婚的结局 但更不想看着女儿再次跳回到好不容易才逃脱的火坑里 不管你们离婚是因为什么原因 离婚了 就是真真正正的离婚了 没有什么暂时不暂时的 现在最好的结果啊 就是你们俩各自过好各自的日子 谁也不要去影响谁 岳父的这番话让原本就凌乱的朱镜草更加战战兢兢 而之后茉莉的变化更是给了他致命一击 这天茉莉带着严厉来看他挑选的仓库 为了契合严厉水箱系列的风格 特意将仓库挑选在了这个僻静的院落里 不仅风景秀丽还专门为他们开辟了一小块菜底 可他所做的这些却让严厉察觉到了他的目的并不单纯 见此情形茉莉也只好说出了自己的动机 他早就知道李蕊同意出国其实只是在替严厉考虑 所以便只能独自消化这看似体贴的招务 而茉莉所做的这间仓库也有着另一层意义 那便是让他们可以在此悠闲地远离喧闹的城市 或许是茉莉的真诚打动了严厉 又或许是对妻子的爱让他改变主意 最终严厉决定放弃出国的打算 而茉莉也因此正式成为了她的经济 然而当渐入家境的茉莉刚开始春风得意 妈妈却在无意中让惬意的生活再起波澜 为了与前亲家母置气 她特意将茉莉的照片发了出去 还配以天作之河的文字 果不其然这番操作让亲家母开始了猜忌 认为茉莉之所以提出离婚其实是另有目的 这也让原本就自卑的朱镜曹也开始逐渐迷失了心智 嫉妒和猜忌更是让她开始对茉莉的感情自暴自弃 而一天突然出现的文章更是让两人渐行渐远 茉莉解释这一切只是因为自己牵下眼力而带来的抹黑 明天自己就会去找法务和他们对质 然而茉莉妈妈为了出气的朋友圈 却成了此刻朱镜曹的证据 无言以对的茉莉只好当面给妈妈打去电话质问 这才让朱镜曹那混乱的脑袋清醒了过来 两人也终于可以开始七周年纪念之旅 可不知从何处突然出现的爆料 再次让两人的甜蜜急转直下 这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刚刚恢复理智的朱镜曹再次日落西山 原本应当充满爱意的约会 却在谣言的制考中落的这般甜点 但更加让茉莉无奈的是对于目前的状况她却无能为力 就连画廊的领导竟也觉得是她在蓄意炒作 如今仅凭着两篇报道画廊的知名度就急转直上 所以出路锋芒的茉莉就只好自己来想办法化解危机 然而却在无意中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怎么了 这张体验券是我的 你看当时我寄了客户的地址 而且这几张体验券我是放在镜草车上呀 那她怎么说是一个女的用的 租镜草 有情况 谁能想到曾经剑拔母张的婆婆与儿媳 竟在心机绿茶的助攻下握手沿河成为了共同战线的闺蜜 以后别让我在院里碰到你啊 而前男友江海涛却和前夫哥也搞在了一起 当初茉莉为了找出是谁在背后对自己抹黑造谣 便来到了被偷拍的健身房里寻找证据 起初她还以为是公司的绿茶米娜在暗中搞鬼 可当她看见桌上的体验券才明白是后院失误 这张体验券是我的 而且这几张体验券我是放在镜草车上呀 那她怎么说是一个女的用的 朱镜草 有情况 茉莉来到朱镜草的单位向她借车 实际却是为了检查车中的行车记录仪 成功破案后才发现在背后搞鬼的 竟是自己女儿同学的妈妈 但茉莉与闺蜜的判断却有些分歧 转天为了宣示主权茉莉便主动找上了对方 我警告你高霞青 偷拍很卑劣 诽谤也是违法的 顾茉莉 你是不是离婚之后心里出现了问题 然而对方不仅没有丝毫歉意反 开始对茉莉出言不许 看似平静的解释中却充满了对她的嘲笑与造词 教训她作为朱镜草的前妻就应当乖乖的安分守己 而这蓄谋已久的挑衅却被一旁的婆婆看在眼里 你听好了 不管他们离不离婚 顾茉莉 都是我孙女的亲妈 就这一点你一辈子你都比不上 我把她这么大年纪了 打眼一望我就知道你是什么祸色 这还没什么招呢 你就想着给原配挖坑 一门坏心思的想害她啊 别说你还带着个孩子 你现在就是个黄花大闺女 我都不可能让你进我们住家的门 你要是敢当小三 敢祸害我儿子 你干嘛怎么收拾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女人彻底没了脾气 只能落魄地逃离之是非之地 然而在经过这些出乎意料的遭遇后 原本坚定的顾茉莉心中也逐渐产生怀疑 自己用离婚来试探爱情的方式恐怕是有些问题 但她还是想要亲眼看看朱镜草对自己的决心 你还嘴硬啊 还嘴硬啊 你顾茉莉都来打小三了 你还不醒醒啊 然而转天朱镜草却先找上了造谣茉莉的无良小编 可对于见惯了这种场面的小编 她确实无能为力 却不成想此时的茉莉已经被妈妈给安排相亲 结果却因为那无法言语的秘密 让他们爆发了激烈的冲动 对生活逐渐失去掌控 也促使着茉莉一气之下摔门而去 此刻的茉莉才感觉到什么叫做减自负进退两难 就只好一脸失落又故作镇定地将这些当作是对朱镜草的考验 而朱镜草也并没有让她失望 由于缺少证据她只好找来江海涛帮忙 在两人的掩护与配合下 成功套出了无良小编造谣诽谤的证据 可没想到顾茉莉竟开始了圣母星爆炮 此前一副鱼死网破追究到底的 她不仅选择了原谅无耻小编 还大气地将她招致麾下位画廊撰写评论 所以在米娜的眼里 她的行为也变成了见利妄疑 然而她却错误地认为茉莉放过了小编 就会同样放过自己 我不追究凡凡凡 不代表不追究你 陈总 你看这个 终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后 顾茉莉开心地来与前夫个约会 世上没有白费的努力 也没有碰巧的成功 一切的无心插柳 其实都是水到渠成 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也没有白吃的苦 跨出去的每一步都是未来的基石与铺垫 低头不是认输 而是要看清自己的路 抬头不是骄傲 而是要看见自己的天空 等日落西山 等春去秋来 等尘埃落定 然而当接二连三的问题被一一化解后 原来设定好的轨道却开始逐渐偏离 公公怒气冲冲地来到儿媳妇家 指责他们将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自己 玩着离婚了 没想到公公的一句话 就让茉莉长久以来的努力复制东流 只好将可可带进屋里 试图排解她的情绪 可蛮横无礼的公公 却要将茉莉给撵出去 姑茉莉 今天是我允许你最后一次 进朱家这个家门 以后不要来了 我再说一遍 她是可可的妈妈 你没权利赶她走 我也没权利 她跟我一起还着贷款 这个房贷有的部分是她的 她要想算清楚 我现在就把钱给她 不用了 这钱我不需要 我先走了 转天茉莉的父母 就出现在可可学校门前 势必要让孙女离开 那充满了陋习的家庭 然而却和赶来的亲家 在大街上吵了起来 你干走你给你急 你干走你别听我动手 你别爱什么 你别爱什么 就大一行事 我们都是老年人 可以不要脸 但是尽早要脸 茉莉要脸 可可也要脸 你自己把女儿 这教育成什么样 可可交给你完了 上粮不整下粮 我怎么上 我怎么 你自己知道 尽管作为文化人的 她对亲家的这些陋戏 嗤之以鼻 但对于他们不断的嘲讽 以及令人作呕的要挟 却没任何办法 谁知在意回头 刚刚还站在原地的 可可却消失的无影无踪 几人这才意识到 闯了大祸 开始慌张的寻找 然而此时的伯果 却被高夏金发现 并接了回去 气愤的刚要指责面前的情敌 却突然发现 她与丈夫的关系 有些非同寻常 之后的茉莉 也逐渐开始意识到 离婚或许并非是个 正确的选择 然而朱镜草 却接到公司的调令 要去分公司任职两年 所以便打算在临行前 与朱镜草 再来一次二人约会 有了上次的教训 两人这次万分小心 朱镜草更是亲眼看着 他们上车才敢进门 谁知两人刚开始 甜蜜意外却再次发声 妈妈 怎么回事 妈妈 爸妈 你们怎么回来了 回来了 舞蹈科没上程吗 哎呀 我跟爸爸去考察了一下 那个芭蕾舞老师太业余了 学习芭蕾舞基础很重要 我们可可要学的 当然是最好的了 女孩子 身材气质 不能马虎的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茉莉有些手足无措 女儿更是提出 要和她一起睡 茉莉只好谎称要工作 便将她推到了姥姥的房间 谁知下一秒 可可却打开了茉莉的房门 爸爸 你是在跟我玩左花猫吗 两人偷偷摸摸的行为 终于惹怒了不善言语的岳父 教训的同时 却不小心将上次的事情 也给说了出来 而这也恰恰坚定了 朱镜草的决心 她承诺两年后 自己升职调回总部 一定会给茉莉换一套大房子 到时希望他们能同意 给自己与茉莉 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朱镜草 那么张嘴就来呀 两年换个大房子 两年之后我女儿都变白发魔女了 你少给我们开空头支票 是不是空头支票 两年之后见分晓 女人无意间发现了丈夫的秘密 不可知心地看着屏幕上发来的消息 惊慌失措的她 甚至将生病的女儿 给独自留在家里 下一秒茉莉冲向酒店 开始敲响每一个房门 然而信心满满的她 最终却一无所获 一怒之下 就只好来到了丈夫出差的公寓 对丈夫的不信任 促使着她进屋 就开始搜寻起来 但空档的房间 却让茉莉不知该如何解释 然而茉莉的到来 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朱镜草刚送她离开后 就在楼下偶遇高下金 此前她就故意在朋友圈中 转发茉莉的八卦消息 如今更是在背后 偷偷给茉莉制造感情危机 然而朱镜草的回答 却让她百思不得气解 我离婚的原因吧 就是 比较特殊 虽然是离婚了 但她还是我老婆 不是前妻 回到家后的茉莉 开始重新整理思绪 那明明短信 或许只是不知深浅的恶作剧 可女人的知觉 却让她往后的日子 每天都也不能寐 终于在三番五次的矛盾后 朱镜草也开始怀疑 不久前莫名出现了游戏队友 总是有意无意地 对她嘘寒问暖 殊不知电话的另一段证 是跃跃欲试的高下金 虽然高下金在游戏中 并不承认与她认识 但依旧无法抹出朱镜草 对她的怀疑 所以为了弄清一切 她便敲响了对方的房门 质问她为何昨天 那么巧会出现在金山 无欲自己 然而对这个问题 高下金早有准备 借口说中秋节 自己带着果果去 爷爷奶奶家吃饭 并将我与朱镜草的一切 都解释为老天安排的运气 之后在故作委屈的 卖弄起自己的遭遇 就这样轻松地 打消了朱镜草的疑虑 所以她只好转来 做茉莉的工作 多年的夫妻生活 早就锻炼出 她一眼看出问题的能力 只是此时的顾茉莉 并不知该如何开口 便只好试探着 提出让丈夫留在身边 然而这突如其来的要求 却打了朱镜草 一个措手不及 毕竟她才与张母娘 夸下海口两年后 要带着大房子 去回茉莉 如今自己被夹在 半空哪里还有的选择 可茉莉的话 却如同匕首般 扎在她的心里 我一个人带着孩子 在上海 我每天都见不着你 不能跟你一起吃饭 不能跟你分享趣事 晚上也不能 整着你的胳膊睡觉 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过正常夫妻的日子 这比挣钱重要 然而这正是 无数中年男人 所要面临的境遇 明明是为了 让家人过上 更好的生活 却偏偏要首先牺牲掉 对家人的陪伴 如今的朱镜草 也想留在妻子女儿的身边 可身上的压力 也让她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 曾经还是山盟的爱情 在时光的流失下 日落西山 取而代之的事 无可奈何的窘迫于不安 然而转天茉莉 却将高夏清约了出来 你过来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工作 你其人知道 还治其身 背后欺负小朋友 算什么本事 什么意思 你明明知道 我女儿吃不了冰淇淋 你给我女儿 吃了四个冰淇淋月饼 还故意泼她一身水 高夏清被问得哑口无言 只好微微懦懦地解释 那只是个意外 然而她所做的一切 早就被茉莉当作了 是她深入骨髓的陋戏 你给我记住了 你再敢碰我女儿 我下次就不是泼水了 为了生活她可以忍 但为了女儿她忍不了 所以对高夏清的怒火 也渐渐引燃了 她与丈夫的关系 每次视频都要时不时 检查下她生活的环境 然而很快 茉莉却不得不与前男友 将海涛走在了一起 只是因为妈妈 与儿媳妇一家拍了张照片 爸爸就开始 居高临下地指责她不要脸 你到底有多少话 上这个破大学给我说过吗 买相机给我说过吗 今天更过分 带着儿子和孙女 和前妻家拍上团圆照了 你毫不原则你 可汝骂显然已经 无法满足此刻她的愤怒 接着便将墙上的照片 给一一撕下 妈妈却只能 低三下四地求她 给自己留些颜面 可她却不仅没有收敛 反而开始更加 肆无忌惮地羞辱于妈妈 终于看不下去的 儿子出手阻拦 这才让不可一失的 爸爸有了些忌惮 可回到家后 暴躁的一面 立刻就原形毕露 反了你了 嫌我给你丢人了是吧 在上海喝了两磨水 超不起我了是吧 终于妈妈 再也无法忍受她的傲慢 指责她这些年来 对自己的付出事不见 为了自己她可以忍 但为了儿子她忍不了 妈妈大声地训斥道 从今晚后 再感动我儿子一下 那我便拼命给你看 积蓄已久的愤怒 终于在这一刻全盘爆发 接着朱镜草 将墙上的枷锁统统撕掉 丢入马桶 随着水流冲去 她早该消失的地方 时至今日 她才明白自己 对妈妈的亏欠 你跟我走吧 我带你去金山 咱们租个大点的房子 小的时候我没能力 我现在可以保护你了 妈不能走 妈走了 可可怎么办 你爸他一辈子 他就那样了 你姑娘才就好了 然而亲眼见证了 亲家的混乱后 吴玉兰却开始 庆幸女儿早早脱离了火坑 并坚决地要求女儿 将来绝不能与朱镜草复婚 可茉莉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朱镜草的挺身而出 让茉莉感觉 她更加高大伟岸起来 同时也更加坚定了 将自己和女儿 托付给她的信念 然而命运却再次 给两人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转天朱镜草为了妈妈 能更好的拍照 便给她更换了手机 可勤俭惯了的妈妈 却怎么也不同意 最终就只好将新手机 交给朱镜草 自己则用她替换下来的信号 可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竟成了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这天茉莉接到客户的委托 去帮忙追回一副 十分重要的油画 结果却被狗急跳墙的男人 给直接绑架 恰巧此时的朱镜草 始终联系不上茉莉 便打开了她的定位 看到妻子的信号消失 她隐隐觉察到了不对 便立刻联系江海涛 这才将茉莉给救了出来 然而刚打通了妻子的电话 同事却又带来了坏消息 你被举报啊 说你假公议一次 给情人主播疏通利益 突如其来的意外 打了两人一个措手不及 转天朱镜草 与高夏金的绯闻 就传遍了公司 可更让她束手无策的是 来自老婆的质问 朱镜草却如同事 被封印了一般说不出话 幸好及时出现的敲门声 暂时帮她解了围 转天朱镜草再不敢耽搁 紧忙赶回茉莉 身边试图降低影响 然而无论她如何解释 高夏金绿茶的形象 早已经深深扎根在茉莉心里 更何况此时的朱镜草 根本就拿不出任何有利的证据 只能试图用轻着自轻 来向茉莉表明自己的决心 可转天麻烦再次找上了朱镜草 高夏金试图帮她来挽回损失 然而此刻的朱镜草 却只想跟她保持距离 却不成想高夏金竞争地 帮她找到了证据 天莉 咱们这个圈子 平台主管收收贿赂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而且现在价码是越来越高 长此以往 像你我这样的小主播 真是入不敷出 不堪重负 我这么做 也是为大家 请相信我 为了找到前夫无耻的证据 女人二话不说 就要没收婆婆的手机 你仔细想想 女人在什么时候 才要前夫的旧手机 什么意思啊 果然茉莉立马在手机游戏中 发现了证据 不仅清楚了朱镜草 一直在定位自己 还看到了她与高夏金 在游戏里的聊天记录 此刻茉莉感觉受尽屈辱 倍感难受 原本稳定 惬意的生活就此被打破 一同被打破的 还有对彼此的信任与期望 一股无名怒火涌上心头 促使着她要去金山 与丈夫当面对峙 然而突然出现的婆婆与妈妈 却打乱了她的节奏 妈妈一眼便认出了 茉莉的前男友江海涛 争强好胜的她 自然不愿错过这大好的机会 便开始在婆婆面前 大肆炫耀指手画脚 接着还强行搭车 要与茉莉一同前往金山 然而此刻的朱镜草 却正在处理 与高夏金的八卦绯闻 看到定位上的老婆 向自己赶来 无计可施的她便只好 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妈妈身上 要她无论如何 也要将茉莉给托在家里 却不知这番对话 已经现场直播了出去 别通风报信 今天倒要看看 儿子到底干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此刻的婆婆万分后悔 不该跟着亲家来凑这个热闹 而朱镜草却正在面对公司的调查 她指出是竞争对手 刘志在背后恶意造谣 还长期收受贿赂违规签约 并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竞争 这番话也立刻就引起了 对方强烈的抵抗 怒斥她的举报 是没有证据的胡编乱造 却不知高夏金早已经联合 其他主播拿到了刘志的各种证据 随着局势的逆转 朱镜草不仅摆脱了公司的追究 还借此机会成功除掉了 最大的竞争对手 然而伴随着茉莉的出现局势 却再次被反转 眼见着一场暴风雨就要袭来 同事们立刻拾去的起身离开 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怎么会知道 中秋节的夜里我会来金山 你怎么知道老爱 把我扣在戚风阵 还有今天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会来你公司 面对着茉莉提出的各种问题 朱镜草沉默不语 直到茉莉将她留给妈妈的 就手机拿出来 朱镜草才知道 一切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面对着茉莉的种种质疑 朱镜草非但没有解释 反而开始指责起 茉莉与江海涛的不同寻常 以及她三番五次的 找各种理由见面 实际却只是为了查岗 并且她还错误地 将游戏中的好友 当作的是茉莉对她的试探 终于在两人的对峙下 他们发觉一切都是 高下精在背后搞鬼 所以朱镜草便将茉莉 带到了自己公寓 将这段时间 所有不堪的遭遇一一倒来 自己并没有茉莉 想象中的那般逍遥 除了工作时间 她都会待在这个 不足三十平米的房间里 然而期待已久的工作 也并没有想象般的顺利 不仅要受到同事的排挤 还要忍受那些 凭空捏造的诽谤 可她宁愿忍受辛苦 只为了让茉莉 茉莉最终给了朱镜草 一个机会 转天两人便设计 约出了朱镜草游戏的队友 没想到高下精 却早有防备 躲在天桥上 迟迟不肯露面 男人在约会时 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 游戏的队友 竟是一直在追求 自己的单身妈妈 如同惊弓之鸟的 她立刻就追了上去 然而对方却一直在商场里 带着她转圈 眼看着就要被追上 是她突然想到了办法 接着就一头扎进了 路旁的宠物医院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想问你呢 你怎么在这儿 高下精立刻便开始了 自己的表演 声称她此前 将咪咪放在这里做绝育 面对着看似合理的解释 朱镜草 却还是不敢相信 可高下精却没有 露出一丝的慌乱 反而开始镇定的 向前台询问咪咪的情况 并且为了让朱镜草 能够尽快离开 还故意借口 带着宠物不好打车 希望能送自己一场 当听到如期而至的拒绝后 再开始装作 套路终于让朱镜草败下阵来 即便此刻有再多的怀疑 也只能认输于高下精 这天衣无缝的谎言 好在是茉莉的一番话 让她的智商再次占领了高底 他多精啊 看你眼就能认出来 你是鱼儿我是猎人 所以转身就走 拒绝见面 有这么恐怖吗 转天她带着咪咪的照片 跑遍了小区附近的宠物医院 竟真的被她发现了 高下精撒谎的证据 这次她在无故级 直接来到高下精的家里 势必要当面揭露她虚伪的面具 接着就拿出宠物医院的票据 显然一只猫是不可能做两次绝育的 而她那天的谎言 也在证据面前不攻自破 可即便是这样 高下精却依旧在殊死抵抗不肯松口 朱镜草就只好提出要查看她的手机 而这也正中了高下精的圈套 或许是高下精早有准备 又或许是她觉得 自己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 在回对朱镜草的时候 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 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我每天又要忙工作 要忙孩子 不可开交的 我哪有时间玩游戏 我跟你说过 我跟世面的疾风是在游戏上认识的 你平时打游戏的你不手机 跟哪儿了 藏起来了 明白了一切后 朱镜草狠狠地将她数落一番 高下精却自称这一切都是源自于对她的喜欢 所做的任何事都是不想看到她被茉莉伤害 更是不惜一切代价让顾茉莉死心 然而朱镜草却狠狠地拒绝了高下精 两人的关系就此决裂 之后朱镜草将谈话的录音交到茉莉手上 而茉莉却又开始了莫名其妙的自我怀疑 全然忘记了这一切正是她一次次想要改变的结果 而落魄后的高下精就连房租都交不起 只好强忍着心中的屈辱向前夫索要生活费 而那为数不多的购物卡 却是这个不靠谱的父亲埋葬亲情的证明 走投无路的高下精别无选择 为了生活她也只能向命运低头 万般无奈地找上了那个曾经被她亲手拉下马的刘志 在失去了本就不存在的爱情后 高下精开始一心只想要赚钱 在刘志的怂恿下高下精决定要牺牲掉朱镜草来成全自己 用炒作绯闻的方式来维持热度再趁机带火 转天在公司的会议上高下精开始反摇起朱镜草 将之前自己所说的一切都归咎于来自朱镜草的威胁 并且还长期受到她的精神控制 最终在胁迫之下才不得不配合她一同扳倒竞争对手刘志 而那些所谓的证据也都是朱镜草一人伪造 突如其来的指控是她没想到的意外 更没想到的是高下精曾经单相思发布的文章 竟在此刻成了压倒朱镜草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高下精却不知道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寻死 莫莉看到消息后立刻赶来将录音交到朱镜草手上 只要录音的内容公布那高下精的无耻将会原形毕露 谁知朱镜草却开始圣母心泛滥 不想要与高下精在网络上对质 然而这却让莫莉开始怀疑她另有所图 我今天如果把这个录音就公开了 高下精跟她的孩子就完了 这叫以恶成恶 我不想这样 她今天的行为非常反常 我觉得一定是另有隐情 你相信我 我能处理好这件事 你多高少呀 我今天来就是多余 男人替心机绿茶隐瞒秘密 却害得自己被公司开除 失去工作的她又不知如何向家人开口 就只能沉沉于昔日的风光中无可自拔 可如今的她就像是一条行驶在海上的大船 看似外表光纤实际里面早已经破破烂烂 而船上的家人更是让她无从选择 只好每天装作照常上班的样子来演示生活的不堪 可是与高下精的绯闻让她四处碰壁 每一次投出简历的同时还要忍受着无尽的耻笑与白眼 然而这拼尽全力的演示最终还是没能躲过妈妈的关系 虽然心中早有预感可当她听到儿子早已经离职的消息后 心中难免还是会五味杂陈泛起振振心酸 她希望儿子能够展翅高飞 但又不愿意看到她鲨鱼而归 或许这就是所有父母矛盾内心的共性 而此时的朱镜草却仍旧游走在一次次面试之间 可面试时那刁钻的问题还是让她措手不及 最终朱镜草的绯闻还是烧到了家人的身上 茉莉时不时会受到陌生人的骚扰 却没成想昔日的死敌竟在此刻挺身而出 她以道德的名义谴责以命令的语气警告 平日里口中的绿茶却在此刻绽放出一样的光芒 不用谢 老板说了 你杂事太多 现在画廊总务归我管 我可不允许画廊整天也各种乱七八糟的 跟某人的私生活一样 而朱镜草却只能在面试的空隙中开网约车来填补生活 再用开会当作借口来逃避妈妈的关心 可终究只还是包不住火 没想到这天岳父竟坐上了她的车 但朱镜草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破碎 反而因为她的能屈能身而变得更加值得依靠 但身为茉莉的爸爸她还是给出了善意的警告 您放心 我保证不会让茉莉和柯柯受苦 你这句话我记得心里了 然而孩子犯的错最终都还是要父母来承担 妈妈为了儿子就只好来找庆家母帮忙 可朱镜草的问题毕竟是因女人而起 在没搞清状况前 庆家母又怎么可能帮忙 妈妈就只好低声下气地求饶 终于在她小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游说下 庆家母这才勉强帮她出了主意 让她跟踪茉莉一定能找到朱镜草的踪迹 却不成想竟还意外发现了转机 茉莉生气她手中明明有高下精的录音 却不用她来自正清白反而落的这幅田地 可失败的朱镜草此刻就像一只鸵鸟之想的逃避 你现在为人父为人子 你没有资格为民不振 我是为我女儿才来的 看着面前男人的软弱 茉莉渐渐感觉失去耐心而悔不当初 只留下远去的背影作为沉默的回应 但茉莉的一刀两断却依旧没能让她的颓丧有所改观 看不下去的妈妈这时也从一旁走出来 用暖心的话语来鼓励儿子重新振作起来 但朱镜草心中无法接受平庸的那道坎 却依旧难以逾越 反倒是此时的高下精却一脸得意地在网络上扶摇纸上 还生情并茂地编造着自己被骗的精力 将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朱镜草身上 然而此刻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大获临头 那看似成功的恩将仇报 很快会让她刚刚触手可及的一切日落西山 此时的两位妈妈已经拿到了她的录音 一场妈妈们手撕绿茶的大戏也即将上演 面对恩人的帮助她却选择恩将仇报 为了流量将自己打造成励志的单亲妈妈 在屏幕前控诉着渣男朱镜草对自己的伤害 以及蛮不讲理的顾莫利是如何对自己施暴 这蓄谋已久的挑衅无疑是触犯了妈妈们不可逾越的底线 早有准备的他们当仁不让 势必要让高下精的无耻与狡诈在网络上原形毕露 看着飙升的流量高下精没有选择 只能被迫接受与他们的对峙 接着庆将母再无所顾及地放出了录音 并当场公布高下精的五宗罪 她先是故意偷拍莫利的照片发到网上 诬陷莫利与画家严厉油然 接着在中秋之夜给莫利发送匿名短信 试图挑拨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 而此时的高下精也开始反击 指责他们所谓的录音不过是恶意剪辑过的断章取义 但顾莫利的所作所为却是有照片与视频的实锤 我在公众号上发她照片 是因为她和别人本来就有绯闻 这许做不许说吗 但是顾莫利答我是真的 周静草职场霸凌我也是真的 大家不要把施暴者当成加害者 随着双方撕扯的升级直播的热度一路飙升 很快朱静草爸爸就从朋友那里看到了直播 一股莫名的怒火瞬间涌上心头 同样被这场直播影响的还有顾莫利 面对着小三的隔空喊话她既无奈又不堪 幸好及时赶到的周瑜带她摆脱了眼前的是非 一个高下精就把你们打败了 你们就这点能耐啊 怕他啊 而此时绯闻的男主角朱静草也终于登场 她直接来到了高下精直播的公司 拿出她当天将水泼在自己女儿身上的视频 接着又放出与果果谈话的录音 没想到为了挑拨他们夫妻的关系 高下精会教唆儿子撒谎来维持自己的人设 终于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 高下精再不敢继续自己的造词 最终在镜头前承认了所有的一切 不过是她蓄谋已久的诬陷 从此网红的道路也彻底终结在这一天 另一边的妈妈们心头悬着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底 开始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而朱科长的出现却让事件再次变得急转直下 好这儿胡说八道白啊 我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你以为我龙 你以为我瞎 全世界都知道 你和他在网上 畅谈会说像什么 丢不丢人 丢不丢人 面对着男人的冷言冷语 庆家母怒斥她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结果却换来了男人更加肆无忌惮的羞辱 不仅丝毫没有感谢 还当着他们的面臭骂莫莉不要脸 对儿女的保护 使得两家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眼见情况愈发不可控制庆家母紧忙跑回屋里 毫不知情的朱镜草还在向莫莉炫耀 自己是如何用手段让高夏金成功闭嘴 妈妈的电话却让他再次陷入了难堪 今天这个事太不好意思了 对不起 你不用对不起 是他 赶回来的两人刚好看到这嚣张的一幕 忍无可忍的朱镜草直接将爸爸按在墙上 继续已久的愤怒终于在这一刻全盘爆发 而使妈妈被欺负的屈辱再度涌上心头 这为数不多的言语是他埋葬亲情的证明 那里我警告你 可对于这种家庭内部的纠纷 即便是秉公执意的警察 也只能提出一些善意的规矩 显然这对于蛮不讲理的爸爸没有丝毫作用 转天爸爸将所有人召集到家里 当众宣布要与朱镜草断绝关系 并要求他三日内从家中搬离 甚至还打算强行接管对孙女的抚养权 既然不小孩儿活着 这个房屋和你们没关系啊 什么离婚之后啊 这个钱财平坛分啊 更不可能了 你都不是朱家人了 我管你干什么 不可理 战死你 老板前脚给女人掌心 女人后脚就开始恩将仇报 还有什么要求 我要辞职 为什么呀 这么不待见你新老板 花廊来了你这么不靠服的老板 我不得及时上岸啊 还等着跟你一块沉船吗 可面对这茉莉的顶撞老板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还将她给带到仓库 展示自己大费周章买回来茉莉的毕业作品 一同买回来的还有她在校期间到现在的所有画作 接着周宇开出了一个她无法拒绝的条件 为茉莉举办一场个人画展 让她从此成为一名真正的画家 犹豫不觉得茉莉就只好来找闺蜜商量 毕竟她知道周宇对自己还另有企图 最终闺蜜鼓励她要勇敢向前 毕竟这是她的职业选择与朱镜草没有任何关系 其次她对周宇没有动心却还是觉得对不起朱镜草 恰恰说明了她是个通情达理的好姑娘 在闺蜜的鼓励下茉莉终于决定放手一搏 要继续暗无天日的生活还是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一切都将在下一刻揭晓 而此时的朱镜草还是无法找到像样的工作 于是为了苟延残喘下去 就不得不放下身段开始考虑曾经被她嗤之以鼻的外包 地点无息 半年齐包持住 要求两到三年编成经验 更加半月薪一万五 这种外包公司你去她干 挺好的 不该联系谁 此刻的朱镜草觉得自己好失败 妻子离她而去事业前途未卜 又没能照顾好孩子 这十年来的付出究竟换来了什么 是离开还是留下她要赌一个可能的机会 反观此时的茉莉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人生 机会就只是一阵风 会带你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而是否能留在那里则完全取决于你的勇气 可有时即便拿出了奋不顾身的勇气 换来的却依旧是徒劳无益 我今天专门到这里来 就是想为你 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也想重新开始 但不是和你 也不是和她 我现在只想画画 想一个人重新开始 被拒绝后的朱镜草独自走在天桥 那魂牵梦绕的思绪拖着万般无奈的身躯 那无力的步伐显得越来越缓慢沉重 谁终将生振人间必长久身自尖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挑拨 这一刻朱镜草下定决心要拼出一份事业 转天她正式向茉莉提出分手 此刻的她知道自己已经配不上对方 与其等到日落西山的那一天 还不如自己先开口 这是你对我的保障 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不够 还有什么 我不管你跟你爸怎么分 这套房子里 你的那一份里 有我的一半 你的那一半里还有可可的一半 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吗 我的都归你 我不管你工资以后挣多少 每个月你至少拿出一半来给可可 我同意 我还要 以后不许生小孩 这辈子 你就只需有可可一个女儿 我这些都要写上去 面对着朱镜草的坚决茉莉愈发觉得失落 只好故作生气来粉饰心中的悔恨与不舍 十年的光阴带走了他们脸上的志气 却让他们看清了生活的本质也付出了生活的代价 一里外的阳光触手可及 却无法照亮他们灰暗的生活 自那以后两人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彼此的世界 但外包的工作却并不像朱镜草想象的那般顺 年龄的差距让她逐渐跟不上年轻人那意气风发的角 只能尝试用外卖和奶茶来拉近你同事的关系 可年龄的鸿沟依旧是她无法跨越的障碍 而此时的茉莉却在周宇的帮助下扶摇直上 可看似风光的背后却也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 此时的茉莉完全是在表演一个画家 其实还并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 直到严厉的一番话才让初出茅庐的茉莉原型毕露 可朱镜草却在无意中发现了茉莉被当作洗钱工具的秘密 女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随手的画作竟能卖出天价 这一百万对于每月工资不到一万的茉莉来说无疑是笔巨款 所以便让她错误的以为自己进入了上流世界 也让原本在地上行走的她宛若漂浮在空中自由的摇摆 经济的独立令她暂时失去了理智 对朱镜草善意的提醒她选择事不见 可她的狂妄最终也让她付出了代价 转天朱镜草在给客户的汇报时 无意中从对方口中得知了一个令她害怕的消息 客户的话无疑是触动了朱镜草敏感的神经 所以便找机会向对方询问辨别洗钱的办法 首先是要查询买家的账户是个人还是公司 再逐个查询股权以及连带关系等等 果然按照这个方法朱镜草发现了一些端倪 周宇的家族从来就不是从事什么艺术品生意 所谓种种都只是为了掩盖他们洗钱的秘密 为了帮茉莉化解危机 转天朱镜草便向领导提出请假的要求 老朱啊你工资下个月加到三万五啊 不是啊我要请假 请假啊现在公司离不开你 对不起啊这个假我必须要请 那我能告诉你咱们这儿没有假吗 你要么等这个项目结束了咱们大家伙一起休息 要不然你就只有辞职 不好意思我辞职 朱镜草就这样放弃了高薪的工作回到上海 并伪装成粉丝来到王不悔的画室 曾经她也是年入千万的著名画家 可如今只能在这里教一些小朋友画画 其实朱镜草早已经查清了对方的底细 然而此刻茉莉正在经历着与她相同的遭遇 最终在朱镜草动之以情小之以理的游说下 王不悔将自己与周从德的过往徐徐到来 在对方提供的线索中朱镜草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受害者 他们与此刻的茉莉一样 莫名的被签约又莫名的被炒高身价 最终在莫名的急转之下像垃圾一样被丢掉 搞清了一切的朱镜草立刻来警告茉莉 然而此刻的茉莉已经被眼前的假象给冲昏了头脑 以至于她将那善意的警告给当做了编造的谎言 可偶尔的失误并不能掩盖她的实力 此刻朱镜草只好找到米娜帮忙 并开出了一个她无法拒绝的条件 接着米娜便将红酒泼在茉莉的身上 以此来摆脱周宇的监视 而朱镜草也终于有机会拿出她搜集到的证据 当年周宇的父亲因洗钱被判入狱 两年后的今天她子成副业再次做起了老本行 终于在铁证如山的证据面前 茉莉也不得不开始怀疑周宇的目的 可就在她摇摆不定的时候 发觉不对的周宇却找上了两人 可面对着茉莉的质问她却丝毫不慌 提出用金钱来交换他们的沉默 而这也无疑让茉莉认清了那不堪的事实 面对着周宇的嘲笑朱镜草挺身而出回怼的 我虽然没有你那般优渥的条件 但我赚的每一分钱都问心无愧 而你那所谓的生意和自认为不可一世的阶级 却是建立在无数肮脏与不堪上的围墙 然而我也并不希望你这种人可以理解 毕竟山鸟与鱼并不同路 可面对着周宇那蓄谋已久的挑衅 朱镜草还是没能控制住心中的怒火 你刚才说 顾莫丽是棋子 可在我眼里 你连当我的棋子都不配 你算了什么东西啊 你充其量就是哪分隐屈 金草 说谁转的 说谁转的 杀死你 哪位是米娜 我是 我是米娜警察同志 好 谢谢你报警啊 一局顾莫丽终于认清了自己的能力 刚刚到手的一百万也被警察给冻结 此刻的她对自己之前的肆意妄为而悔不当初 同样认清了现实的还有一直被欺压的婆婆 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碰壁后 她毅然的决定要与丈夫离婚重新开始生活 朱镜草坐在台下听着妈妈那些不堪的往事 愈发觉得自己一直以来对妈妈的关心都太过微不足道 而爸爸却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他们的胡闹 这么多年以来给家人造成的伤害 离开时朱镜草找到妈妈 为自己之前的疏忽给感到抱歉 多年来她一直沉沉于自己的小家 以至于对妈妈受到的委屈丝毫没有关心 可妈妈永远是这样 对他们来说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只要他们幸福那所遭受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 然而突然出现的父亲再一次打破了这安适又惬意的美好 给我妈多情 我要是婆婆 儿子你让开吧 她是一巴 如果你还有点良心 离婚 就当这辈子还做过一件好事 或许是被朱镜草的言语打动 又或许是她真的意识到了错误 转天朱科长第一次下厨艰难地做了一份蛋炒饭 骨子里的传统让她觉得丧火饭还是要吃的 而那早已消失无影无踪的温柔也姗姗来迟 知道妻子离婚后无处可去 便提出让她继续住在这里自己会租个房子搬出去住 接着又将家中全部积蓄七万三千块拿了出来 并且将七万块交给妻子作为最后的体面 可骨子里的陋习却是她永远无法改变的 明白了她的无可救药张善亚也不打算继续纠缠 可就在她离开的一瞬间 朱科长就遭到了报应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她无法将最后一句话说出口 可那坚持不懈地一直拖着无法控制的身躯 最终还是在纸上留下了往日悔恨的痕迹 接着便彻底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 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生活的轨迹 也让原本混乱的生活出现了一丝转机 张善亚在收拾东西时无意中发现了丈夫的体检报告 其实这么多年来她又何尝不是被孤独裹挟无人关心 要不是自己将她叫来上海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终于她将自己为何离婚的秘密说了出来 她为了帮朱镜曹与茉莉换上更大的房子 只能被迫提出与丈夫离婚 你们交首付不太够啊 只有离婚 上海的那个房子我才能分到一半 交个首付 这大房子不就换了吗 而妈妈口中的这些话 最终都如同锋利的匕首一般扎在朱镜曹的心上 如今的她丢弃了最初的温情与关心 毕心沉醉于自己的小日子中无法自拔 而茉莉也终于看清了自己之前的任性 此刻的她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那便是要与朱镜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夏天有微风吹拂的惬意 也有清情沉淀的袭击 回眸望去有悄然远去的光阴 遥看前路有披星戴月的光景 此刻清有巨首时光如诗 欢声与笑语在唱谈间交织成了唯美的画卷 让生活在无拘无束中充满了温馨 也让清情在无风无栏中沁人心脾 或许人生就是这样 都会一边拥有一边失去 可无论经历什么 我们这些普通人都要一步一步地 坚定地踏实向前走 我们的好日迟早又一天会到来 表演是